坑了坑了 孟兰巅峰赛撞车AG极光 在极光的恳求下 孟兰让出射手 选了一个胜率11% 而且自认为很稳的赵云打野 选英雄环节 极光先选射手 随后孟兰发出130段发育路 这不用猜就知道是孟兰 给个射手孟兰哥给个射手给个射手 打野 打野 那我拿来一首 来一首稳一点的 说稳一点的 来一首橘吧 来一首赵云 看看这赵云胜率 没得说 随着队面选了靖家活舞 孟兰赶紧向彭彭取取金 成什么打野能打靖入那 不不不 靖跟活舞 我拿个赵云行吗 挖个热的蓝 蓝这么简单 玩不玩 还是赵云好 那你问我吧 接着极光发话了 蓝子哥你稳住 这局我来C 我笑了 你说这话 你这是看不起我孟兰哥的赵云 选完英雄双方 阵容如上 对面小鲁般还是暖阳 进入游戏 孟兰红开 刚打完下面的小野怪 对面流善调皮的走了过来 孟兰觉得来活了 这个一血 我是拿定了 我把打死你 怎么走了 完了 哇靠 这么猛 虽然孟兰送了一血 还是受到了极光的表扬 这话刚说完 孟兰来拿篮 对面竞都四级了 孟兰才三级 又被收下 三分钟 在兰BUFF即将刷新的时候 孟兰发现自家兄弟和别人打起来了 孟兰毫不犹豫地上去帮忙 结果忠无厌走了 自己被留了 兰子哥是讲义气的人 哎呀 现在看来 孟兰这边情况不是很妙 但是极光觉得还有机会 直到两个人在下路被跃 极光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对劲 但还是问题不大 哎呦 不错啊 将近七分钟 孟兰下路轻小龙兵 结果被静抓到了 暖阳过来开个头 我去 八分钟 这两位要搞事情 下路抓马超 孟兰直接大招起手 距离不够 此时对面已经支援来了 极光被留 孟兰跑掉 接着 队友全死了 还有个小炮车 孟兰拿命轻掉 孟兰看着自己的战绩 不给队友点个机会 我自己点我自己 果然员番打野才是最好的 还差一个就超轨了 最后一波果然拿下超轨战绩 哎呀 坑了坑了 点不错 下机下机 鱼元还花打野 鱼元还花 鱼元还花 吉光 这个到底团队很好 成绩结果 高